就是它旁边的这个28号、30号 Harrison Garden 这个楼的话呢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楼呢 是在这两个位置 78、80 那这个是这两个位置 是Mankies建的 这里面啊 刚才看完那些facility 看这就很少了 只有田厅啊 有个gym 还有一个howway了 这个项目呢 是2003年建好的 Mankies Mankies在加拿大呢 也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发展商 已经有差不多50年的这个历史 Northall Center 基本上是Mankies的天下 可以讲啊 Empers Walk 就是那个Loblows上面那些building 包括可摩手都是建的 很多这个鞋子楼 都是Mankies建的 那在这个呢 也是它建的 但是这个building 就现在能开会的这个building 也是Mankies建的 这是在02年 他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还得了一个奖 就是最好的像signature的这种 这种奖励 就是这个building 但这个项目的话呢 我觉得并不算是Mankies 一个最成功的一个项目 因为它的价格 你看它们很便宜 Pinforcent都要差不多20万了 它跟Pinforcent基本一样 它新过Pinforcent很多了 20万起步 一直到50万以上 都有这个 那50万以上是三岁房 两年之内都没有过交易 基本上是从20万到30多万 就可以 在这个building里面 简单简平一下 这个地位置没问题 也是四颗型 平均水平低过 它的房价会略微低过平均的水平 一点点 流动性很好 因为它便宜 所以它的基本上每三天就有一个交易 娱乐社是很简单 Security Sundar 还有这个gym 还有这个party room 它这个建设主量也还OK了 这个在这边呢 能在这边出现的建设实量都算还OK 光线比较充足 东西向呢 所以价格比较好 比较便宜 进高速等等 但是呢 它的缺点呢 就是活动设施比较 没有游泳池嘛 是吧 但是它的这个管理费还偏高 它跟这个比有的有管理费还要贵 所以这个好像是它管理费偏高一点 户型安排不是很合理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 有一次的话呢 也是一位客人 过来就找这个二加一的房子 当时的话呢 他说 因为我给他发一些连接过去 他跟我说呢 他说 我看到这边 Young Shepard这边 比较新的 这好几年以前 一个单位呢 有个二加一才开价28万多 那他说 这个不错 然后我说是哪个单位 我说看看 原来是这个 这个二加一 这个二加一的话呢 实际上应该叫一加二 这个 这个 是睡房 这个没得讲 这是一个电 但你看这个 second bedroom的话 它写的是 这是八成十 但是它这个消息要去 这个角再加两弧度以后 这个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要摆进去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户型就不是很合理 它有一些户型 就是second bedroom 确实是很小 或者像这种户型 不是不是很好 51号55号哈 这个 Hairson Garden 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 大家知道哈 在Yang Shifer那边有一个park 是在这个park旁边 它不是high rise 它是mid rise 就是中等高的这个 一共呢 才就说这个十楼 一个是十层 一个是十四层 2002年建成的 它的这个建筑商呢 是这个山巴亥 山巴亥呢 建筑就是说 很多比较高档 就是它建的都是比较高档的 这边的51号 55号 16号 18号 Hairson Garden 现在的debut那边有一些项目 都很高档 总体的这个 这个 它是 85万到37万之间 就是它有 一睡房 一加一 两睡房 二加一 基本上就是 很简单的 这个几个 固形 它给人感觉的话呢 就说 我就说比较温和 因为 户数不是很多 人数不是很多 很安静 挺清静 里面的这个 upgrade 也都很好 是吧 我们说 评价一下 点评一下 交通很便利 普遍的时候 它是基本上是 这个区域平均的 这个视频 人口流动性 本身就是 这个中等高 不是很高 差不多7天一个 交易 也还ok了 设施呢 是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俱全了 也有游泳池 这个有这个 exercise room body room 还有 meeting room 桑南 还有24小时 concierge 它的这个 优点呢 就是建筑质量都很好 上班海的建筑质量是不错 电器都是 全部upgrade 光线也不错 是方方正正的 方形 价格比较适中 是属于中档 经高速 环境费呢 全包比较低 不算是很高 户数人数比较少 喜欢安静 就找这个楼 租客也比较少 居民的普遍的水平比较高 onin就是一个小park 那缺点呢 唯一缺点呢 就是觉得这泳池太小 我们看这个图一下 这个以前在人看房子是吧 但是一看游泳池 人家就跟我说 这叫big jacuzzi 这就只是 这个现在看起来还大一点了 但是看着 就感觉游子游不开了吗 是不是两下就停了吗 这个是吧 ok我们再往下走啊 这就是这样子游泳池的水平比较多了吗 这就是这样子游泳池的水平比较多了吗